嗨球 我們請現場掌握一下我們的五顆象徵五種球類 超大型的羽球、籃球、棒球等造型氣球 從台上傳到台下 全場小朋友樂翻天 相當受歡迎的台電五大球類夏令營正式開跑 參加羽球營的小朋友開心又期待 為什麼你們想要來參加放電影活動 因為我很喜歡羽球 很喜歡羽球是嗎 很想學羽球 那捷運 也是 我想學到就是 因為我打羽球的時候步伐有點 就是有點我爸說有點遲鈍 就是想要讓我來這邊學的比較好一點 發球 發球為什麼 因為我發球常常發不好 打羽毛球的技巧太久沒打了 我都忘記要怎麼打 來看一下別人怎麼打 說不定會記起來 請起動 台電224球類放電營正式起跑 台電暑期球類放電營的開幕典禮 今年首度來到基隆舉辦 台電總經理王耀廷 基隆市議長童子偉 跟市府秘書等多位貴賓到場參加 肯定台電持續推廣運動風氣 用心培育體育人才 那我也特別感謝台電公司 今年選在我們基隆市的體育館 來舉辦我們相關 包含羽球相關項目的比賽 讓我們基隆的子弟 基隆的小朋友有這個空間跟機會 來參與相關的活動 一個暑假的開端 我想台電這幾年在基隆市的回饋 不在話下 包含我們台灣電力公司的這個營運處的門口 跟我們市政府人型空間的整合 包含現在今天的夏令營 我非常感謝台電公司在國營事業 發揮我們的這個相關的一個 回饋社會的效果 今天非常榮幸代表市長 來參與我們台電軸類放電營的活動 首先請與我代表市長 基隆市民 對台電在內動體育活動 還有社區部署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努力表達感謝 我們往年的這個活動 其實主場大概都會在雙北 因為雙北其實學生度也多 那後來發現各個縣市其實在推動這個 體育的方面大家都非常的努力 所以我們今年是首度跨出的雙別 到了這個基隆來 那從剛開始報名的大概2000出頭的人數 到今年已經到最高的3600人 那全國大概2012個場地 我們同步會在暑假的時候 讓學生走入這個我們的學生走進球場 那一起來跟我們的球員 非常真實的接觸 然後學習這些球技 那暑假不留百 讓他們的人生留下美好的記憶 正式開跑的暑期球類放電營 台電也特別邀請多位國手級明星球員 和教練團親自指導 今年在全國8縣市共舉辦12場次 期待帶領小朋友們度過快樂又充實的暑假 記者黃志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所以轉換下 和教練團親自指導 然後再為止 教練團要在馬爐的中間 回到誇張 波浪